跨越三百年的自卑 我们就要入世了 我们的国门经过缓慢的过程也越开越大 我们刚刚经历了三百年落后的历史 我们对自己的自责往往多于对自我的夸奖 我们总是说 哎 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 没办法 但是 我们往往忘记了中国人是多么可爱 我在中国生长了二十一年 又在美国生活了十年 有时候能够跳出圈外 好像在宇宙飞船上来看 来观察这个宇宙 这个星球 来看我们中国人 我越来越觉得我们中国人非常非常的可爱 这主要有几点 第一点 我们现在在阅历书院 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学 他提醒我们 我们中国有这么悠久的教育传统 我们对教育的重视是我们文化里最优秀的一点 七次 我们非常具有牺牲精神 我们经常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后 为了朋友我们可以两肋插刀 为了朋友什么都可以牺牲 几天前我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叫商品的故事 上面讲了一个故事 在二三十年前 当时工作中的两个朋友 一个朋友帮另一个朋友买自行车 历经周折辗转千山万水 把自行车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 而另一个朋友 为了报答他呢 给他弄了很多猪油粉条给他寄去 没有任何利益可言 就是为了帮朋友 这就是自我牺牲精神 这就是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的精神 还有我们对家庭的重视 可怜天下父母心 父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 什么都可以做 而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后 不要看这些简单的事情 这些发生在我们家庭中每时每刻的事情 实际上跟西方文化比起来 他们极为可贵 因为在西方每个人都在谈论个人利益 自己怎么样 自己的权利怎样 而往往忘记关心他人 关心父母 父母对小孩也没有想 也没有像他们的天下父母心 对自己的孩子 关心到无微不至的地步 还有我们中国人 都有一种要追求成功 要光宗要祖 要出人头地 不要满足于生活上的富足 而经济上要追求一些成功愿望 天下的父母也都望子成龙 希望自己的孩子获得成功 我们总是在寻求物质生活 事实上的一种更高的人生意义 这种出人头地 光宗要祖 要取得成功的精神 能够激发起我们每一代人吃苦的精神 能够整天去想怎样来做事情 这些就构成了中华民族勤奋 善于思考 不断进取 对很多东西都富于研究的特质 因此我们都特别喜欢做学问 信息在中国的传播速度非常快 即使我们的传播手段不是那么发达 这些都是我们中国人的优秀品质 从这个角度来讲 中国人是非常可爱的 假如我们再吸收了西方的一些形式逻辑 比如说A加B就等于C 就这么简单的形式逻辑 和对规则的重视 我们就可以结合中国人的优秀品质 在更大规模上 创造在亚洲四小龙身上 已经创造的经济奇迹 而这种奇迹将是比亚洲四小龙 十倍十几倍的规模 而且速度上毫不逊色 也就是在21世纪 在现在这样一个世纪 更大规模的在中国大地上产生 那么在走向世界 走向繁荣 创造经济奇迹的基础上 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我的最后一个话题就是 我们要跨越三百年的自卑 刚才说过了 因为我们刚刚从三百年的落后的谷底开始攀升 我们似乎找到了一条通往富强的道路 我们已经习惯于不相信自己 我们刚刚受到一些鼓励 取得了一些经济上的发展 但是还习惯于自责自愧 我们已经颤巍巍地站起来了 但是还是有些羞愧 不知所措 面对西方 我们永远相信的西方 代表的质量 细域发达 我们又该怎样证实自己呢 我的一个朋友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 他是美国一家大公司的老板 而他是一个中国人 美籍华人 当地到中国跟中国的一个单位来谈判的时候 戴的助手是个美国人 他发现 当他的助手在发言的时候 我们的中方代表 如在接受一段真经事的 助手说什么都 哎呀 是 是 是 说得对 都赶快记下来 而当他说话的时候 好像对方却不以为然 直到后来 中方才搞清楚 原来他才是大老板 由此我就想到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因为西方列强 几百年前 把中国的国门打破 当他们用稍稍发达一点的 科学技术制造的枪炮 把我们的铁骑军队轻易的一排排放倒的时候 中国人就彻底丧失了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一个泱泱大国的自信心 而在过去的几百年的历史的长河中 我们的知识人人一直在寻求自救 来寻求自我 来建立自己的自信 直到现在 我们终于找到了道路 但是我们仍然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 沉重的自卑感 这要导致我们对很多事情 往往不能不卑不亢的面对 实现了一些成就 我们就感到沾沾自喜 能够跟西方人平起平坐 以对西方能够说不耳 感到扬眉吐气 我们觉得能够挑战西方 觉得我们终于可以做到了 实际上 这里面还是隐隐约约包含着一种自卑感 大到很多大的问题 小到我们每日每时的做人 再跟西方谈判合作等等 都是如此 人们常说一个贵族需要几代人的培养 也许等到在新世纪里面 在几十年以后 中国真正的富强了 发达了 能够跟西方真正在财富上平起平坐的时候 我们的心理才能调整到 一种平起平坐 一种不卑不亢的状态 但是要记住 我们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 非常善于思考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提前在 我们新的世界 新的经济 真正的财富 发达的经济到来之前 提前跨越这三百年的自卑 以一种儒雅平和的心态 走向世界 走向未来呢 作者张朝阳 心灵感悟 人生没有什么都是完美的 在你得到的同时 自然也会有一些失去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绝对完美的事情 而当你没有缺憾的时候 生活就会变得单调乏味 所以不要为了自身的缺点和劣势而自卑 不要为了人生的缺陷和遗憾而伤怀 世上本就没有完美的人 何必自己不放过自己呢 认识自我 一个雨夜 塞埃姆坐在书房的书架前 开始翻阅起旧书 他丢着一只土耳其大雪茄 厚厚的嘴唇不时拼出一阵烟雾 柏拉图记录的他的老师苏格拉底 关于认识自我的一段对话 引起了塞埃姆的注意 塞埃姆眼眷沉思 心中油软荡起一种 对东西方哲人圣贤敬佩的感情 认识你自己 他嘟囔着苏格拉底这句迷人 猛地从桌椅上站了起来 展开双臂大声叹道 对 我必须要认识自我 洞察自己那秘密的心灵 这样我就抛开了一切 一句和不安 从我物质的人中 找出我精神的人 从我血与肉的具体存在中 找出我的抽象实质 这就是生命赋予我的至高无上的神圣使命 塞埃姆像害了场热病 眼中闪烁着酷爱 认识自我的狂热光芒 他走到旁边的屋子 像做塑像一样矗立在穿衣静前 凝视着镜子里诡异般可怕的自我 并默默地估量着自己的头型 面旁 躯干和四肢 塞埃姆的这种坐像 神态持续了半小时 通灵飘渺的认识自我 仿佛给他灌注了一套足以揭示自我灵魂秘密的奇异 升华了思想 并使他心里充满了理性之光 他平静地启动双唇 自言自语地说 嗯 从身材上看 我是矮小的 但拿破仑 维克多 余果两位 不也是这样吗 我的前额不宽 天庭欠缘 可苏格拉底和斯宾诺莎也是如此 我承认我是秃顶 这并不寒颤 因为有大名鼎鼎的莎士比亚与我为伴 我的阴迪弯长 如同福尔泰和乔治华盛顿的一样 我的双眼凹陷 使徒保罗和哲人尼采也是这样 我那肥厚嘴唇足以同路易十四逼美 而我那粗胖的脖子 看于汉尼拔和马克安东尼期间 不错 我的身体是有缺陷 但要注意 这是伟大的思想家们的共同特点 更奇怪的是 我与巴尔扎克一样 阅读写作时 咖啡壶一定要放在身旁 我同托尔斯泰一样 愿意与粗俗的民众交际攀谈 有时我三四天不洗手喝脸 贝多芬·惠特曼也有这一习惯 我的嗜酒如命 竹令马洛和诺亚自客俘虏 我的韬人般暴食 暴饮 使巴夏酋长和亚历山大王也要大出冷汗 又沉默了片刻 塞埃姆用肮脏的指尖点了点脑门 继续发言 这就是我 这就是我的实在 我拥有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的伟人们的种种品质 一位拥有这么多伟大品质的青年 是一定能干一方惊天动地的事业的 睿智的实质是认识自我 为人们把宇宙的最伟大思想根植于我的内心深处 并激励我开始去干伟大的工作 从内亚到苏格拉底 从富家丘到雪来 我伴随着伟人们一起度过了历史的风风雨雨 我不知道我会以什么样的伟大行动开始 不过一个兼备在白昼的劳作和夜晚的幻梦中 所形成的神秘自我和真正本性的人 无疑是可以开创伟业的 是的 我已经认识了自己 而神灵也已动见了我 啊 我的灵魂万岁 自我万岁 愿天长地久 终世如愿 塞尔姆在屋里夺来夺去 他那丑陋的脸上 荡漾着欢乐的光泽 嘴里不时发出一阵像猫啃骨头时的欢叫声 他反复名额着阿比阿拉的一段诗文 尽管我是这个时代的晚辈 创业祖先的未尽之夜 总会历史地压在我的肩背 过了一会儿 我们的这位艾塞姆 穿着他那肮脏的衣服 倒窝在乱七八糟的床上 进入了憨声如雷的梦乡 作者 尼巴嫩 纪伯伦 心灵感悟 谁要做到包容的一个前提就是能够充分地认识自我 只有完整而洞察地了解自身的外在内在的优缺点 了解了自己的优势劣势 了解了人性的优缺点 才能在遇到不公待遇或者看到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时做到宽容大度 正如张爱玲所说 因为爱过 所以慈悲 因为懂得 所以宽容 但是一定是清醒正确的认识自我 是真正的懂得 作者用讽刺手法塑造了一个塞姆的形象 他只是简单地将自己的外貌与伟人进行对照 并认为与伟人相似的外貌 就具备了与伟人一样的优秀品质 并在最后获得了快乐 呼呼大睡 这是一种纯粹的精神麻痹 作者用风趣幽默的笔法揭示了一个元素的话题 认识自我必须是深刻而真实的认识自我 怎样深刻而真实 就要借助他人的评价和自我反思了 我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奇迹 我生来因为高山而非草芥 从今天开始 我要竭尽全力成为群峰之巅 将我的潜能发挥到最大限度 从我出生到现在 从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以来 没有一个人和我一样 我的头脑 心灵 眼睛 耳朵 双手 头发 嘴唇 都是与众不同的 言谈举止和我完全一样的人 以前没有 现在没有 以后也不会有 虽然四海之内结兄弟 但却人人各不相同 我是独一无二的造化 我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奇迹 我不可能像动物一样容易满足 我心中燃烧着代代相传的火焰 它激励我超越自己 我要使这团火燃得更旺 向世界宣布我的出类拔萃 没有人能模仿我的笔记 我的商标 我的成果 我的推销能力 从今往后 我要使自己的个性充分发展 因为这是我得以成功的一大资本 我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奇迹 我不再徒劳地模仿别人 而要展示自己的个性 我不但要宣扬它 还要推销它 我要学会求同存异 强调自己与众不同之处 回避人所共有的通信 并且要把这种原则运用到商品上 推销员和货物 两者皆独树一职 我自豪不已 我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奇迹 物以稀为贵 我独行特利 因而身价百倍 我是千万年进化的终端产物 头脑和身体都超过以往的帝王与智者 但是我的记忆 我的头脑 我的心灵 我的身体 若不善加利用 都将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迟钝 浮穷 甚至死亡 我的潜力无穷无尽 脑力 体能 稍加开发 就能超过以往的任何成就 从今天起 我要开发潜力 我不再因昨日的成绩沾沾自喜 也无需为微不足道的成绩自吹自雷 我能做到比现在更好 我的出生并非最后一样奇迹 为什么自己不能再创造奇迹呢 我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奇迹 我不是随意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我生来因为高山而非草芥 从今天开始 我要竭尽全力成为群峰之巅 将我的潜能发挥到最大限度 我要汲取前人的经验 了解自己以及手中的货物 这样才能成倍的增加销量 我要自真俱着 反复推销 推销实用的语言 因为这是成就事业的关键 我绝不忘记 许多成功的商人 其实只有一套说辞 却能使他们无往不利 我也要不断地改进自己的仪态和风度 因为这是吸引别人的美德 我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奇迹 我要专心致志对抗眼前的挑战 我的行动会使我忘却其他一切 不让家事缠身 身在商场 不可恋家 否则它将使我思想混沌 同时 我在与家人共处时 必须把工作留在门外 否则家人会因此而遭受冷落 商场上 没有一块属于家人的地方 同样 家中也没有谈论商务的地方 这两者必须截然分开 否则就会顾此失彼 这是很多人难以走出的误区 不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奇迹 我有双眼可以观察 我有头脑可以思考 现在我已洞悉了一个人生中最伟大的奥秘 我发现一切问题 沮丧悲伤 都是乔装打扮的机遇之神 我不再被他们的外表所蒙骗 我已睁开双眼 看破了他们的伪装 我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奇迹 飞禽走兽 花草树木 风雨山石 河流湖泊 都没有像我一样的起源 我孕育在爱中 肩负使命而生 或许我忽略了这个事实 从今天开始 它将塑造我的性格 引导我的人生 我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奇迹 自然界不知何为失败 终于胜利者的姿态出现 我也应当如此 因为成功一旦降临 就会再度光顾 我会成功 不会成为伟大的取消员 因为我举世无双 我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奇迹 作者奥格曼迪诺 心灵感悟 每个人都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奇迹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每个人的外貌 气质 性格 能力 阅历 都显得与众不同 造物主既然赋予每个人神奇的力量 我们就要学会接纳自己 爱惜自己 欣赏自己 努力探索属于自己的特色 挖掘潜藏着的能量 让生命之火燃得更旺 上苍赋予我们与众不同的禀赋 就是要让我们认识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我们要相信自己 欣赏自己 利用别人所没有的强项 去肩负命运赠予我们的重任 好 好 感谢观看